吊臂往上升 吊掛的是選舉看板 要過釘在哪一面牆 施工ING嗎 其實作品就是這樣 懸在空中 比樓邊這樣 還好 還好頭 還好看 對 看一下頭 競選扛棒 用吊車 高高掛 約三層樓高 比底下破鐵皮屋外的那一塊 還要大 還要高 遠看近看 方圓百米都在你的視線內 這是嘉義新港鄉 村長候選人 用吊車 掛看板 一天要上萬元的費用 不燒錢嗎 吊車自己的 成本省下了 附近彎道他還掛了一個慢字 請大家注意慢行 而前兩天風太大 雖然底下有綁機裝固定 但為了安全 一度把看板撤下來 上角了解戶 反加奔喪 黑白照片中的人 是嘉義市議員候選人戴寧 他涉嫌榨領助理費遭起訴積壓半年 期間遭逢父親試試 背上手銬腳樓爬進臨堂 9月份才交寶 打杯琴牌 爭取選票 後援會做的這面文宣主打 你溫暖的一票就能夠打開 戴寧身上冰冷的鑣鋼 而如果當選貪污案還是照樣進入審理階段 目前帶您的文宣也換成第二波 尋求連任的嘉義市議員林子楚 黑綠色系的看板 被網友形容走火爆路線 因為用字比較犀利 有人解讀是去你的嘉義市回來 有人解讀是去你的嘉義市回來 但是我的標準答案是一起去你的嘉義市回來 那一起拿掉以後就是一個有趣的遊戲 前面只是少了一起兩個字 競選KombangSlogan玩字讀遊戲 選戰要讓選民有深刻印象 嘉義的候選人看板出其招 TVBS新聞季健鴻嘉義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小鈴鐺